太阳浩劫,如何躲过,现实生活中,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的消息经常成为新闻头条,但却很少有人关心太阳对地球的潜在威胁。 几年前,美国宇航局宣布,两年前的一场超级太阳风暴差点命中地球,其威力足以把现代文明打回18世纪,从而揭开了太阳暴虐的一面。 这场太阳风暴发生在五年前的2012年7月23日,是过去150多年里威力最大的一次,如果它掠过地球,我们可能现在还在收拾残局。 这场太阳风暴只要提早一周发生,地球可能就被击中了。幸运的是,那场太阳风暴只是从地球轨道上穿过,击中了一颗美国太阳观测卫星。 科学家们说,如果太阳风暴击中地球,首先会引起大范围停电,不仅家用电器无法使用,通信也将中断,甚至家中的马桶都无法冲水,因为城市供水系统也依赖电力。 科学家们还说,2012年这场太阳风暴的威力至少可与1859年发生的超级太阳风暴相比。 1859年发生的太阳风暴是21世纪之前,记录到的最强太阳风暴,也被称为卡林顿事件。 美国国家科学院研究表明,给地球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超过2万亿美元,其严重程度超过卡特里纳飓风20倍。 太阳风暴击中地球的可能性有多大? 今年年初,对过去50年中的太阳风暴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类似卡林顿事件的太阳风暴在今后10年击中地球的几率将达12%,往往会被太阳锐利的光芒似得睁不开眼睛。 实际上,这看似平静的表面一点也不平静,而是宛如一锅剧烈翻腾的废水,一幅流明暗斑点组成的画面覆盖在太阳的光球层。 这些斑点被称为米粒组织,每个斑点大约1000千米大,这些斑点运动不止,但图案形状却保持不变。 在光球层之外是色球和日缘层,是真正的太阳大气层,色球的厚度又为2000千米,在其内部,温度随高度地增加而增加,顶层的温度可达几万度。 这一层是充满磁场的整离子体,剧烈的压斑经常在这层里面爆发,同时还发射大量的辐射。 人们关心的太阳活动以及对日地空间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这一层的特征,而太阳风暴则发生在色球层再向外的日缘层。 这是太阳大气的最外层,厚度可达数百万千米,温度约为100万度。 太阳是一个相对宁静的炙热气体球,但太阳大气始终处于不断的活动状态。 在局部地区,这种绕动过程有时候表现得异常强烈,就是人们常称的太阳活动。 目前,人们所了解的太阳活动现象主要包括太阳黑子、光斑、普斑、日耳、亚斑和日缅状态的变化等。 黑子与太阳活动周期在太阳的多种活动中,最容易观测到的是太阳黑子。 太阳黑子是光球上经常出没的暗黑斑点,是太阳活动的基本标志。 黑子好像一个不规则的洞,所以看起来是暗黑的,但这只是明亮的光球反称的结果。 在太阳黑子集圣时,天文学上称这个年份为太阳活动封年。 太阳活动虽然很强烈,但它还是有个周期性的规律。 1843年,德国业余天文学家施瓦布持续观察并统计了17年间太阳黑子变化的平均数量后,发现太阳黑子的胜衰有一个10年左右轮回的周期。 目前认为,太阳黑子活动周期为11年。 国际上规定,以1755年黑子数最低开始的11年周期为第一号,2008年太阳黑子活动开始进入第24号的11年周期。 太阳黑子是具有强磁场的区域,太阳内部物质对流受到黑子强磁场的抑制,减少了从太阳内部传输到太阳表面的能量。 磁场造成大量的热量进入日缅,导致剧烈的太阳要斑和日缅物质抛射。 因为太阳的光度与磁场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太阳周期不仅对太空天气有很大的影响,对地球的气候也有重大的影响。 太阳活动极小期往往和地球低温气候联系在一起,而超过平均长度的周期则与高温气候相关联。 在17世纪,太阳周期似乎完全停止了数十年,在这期间只观测到少数几个太阳黑子。 在这个称为蒙德极小期或小冰期的时代,欧洲经受了很低的温度。 当太阳活动达到高峰的时候,地球气温明显升高,其具体机制,目前并没有确切的答案。 太阳活动的强弱影响了到达地球的宇宙射线数量,导致高空和低空力量发生变化, 进而影响林层对阳光和地面红外线的反照,导致气温上升或下降。 在太阳活动的古年,太阳辐射比风年要弱,地球的气温相对要低些。 而在太阳活动的丰年,地球气温有明显的升高,1995年太阳活动要强于往年,亚非拉夏季酷暑难耐。 在我国,太阳活动古年附近常会出现南涝北汉的局面,导致农业生产受到影响。 民国时期,迹象学家竹可真就发现历史上江淮洪水与太阳活动关系密切,并作出推断,太阳活动刚好处于古年期,江淮未发生大水。 果然,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但太阳活动对大气环流的影响也不能低估。 药斑爆发在所有太阳活动中,最强烈和对地球影响最大的药蒜药斑,能量大,一般历时10到20分钟,但它释放的能量却相当于11颗百万多极氢氈氈爆炸的威力。 巨大的能量释放能引起局部地区各种电磁辐射和粒子辐射的突然增强,除可见光外,还有紫外线,红外线,X射线,Gammer射线,高能粒子及宇宙射线等,这些种类伐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辐射。 在短时间内清晰而出,穿过日地空间到达地球,引起异常的地球物理现象,强烈的短波辐射会破坏地球大气电离层的结构,变波吸收加强,从而影响地面的无线电通讯,甚至导致电讯全部中断。 这个依赖电讯的行业是严重的威胁,高能粒子流速度可达每秒数百或近千千米到达地球附近时,扰乱了地球磁场,引起磁针剧烈颤,就像地球磁场突然卷起一场风暴, 这时,磁罗盘就失去了作用,一部分高能粒子受地球磁场所迫,沿着磁力线向地球的南北磁集大量降落,与高层大气的原子核分子撞击,激发出线力多兹的极光。 这些电离粒子会破坏地球上的电网,损害甚至摧毁卫星上的电子设备,还会对进行太空行走的宇航员造成极大的伤害。 历史的建政公元前34年的一天傍晚,凯撒大地在地平线上发现了耀眼的光芒,他以为那是进攻的火焰信号,最命令罗马士兵冲入海岸城市奥斯提亚。 其实,这种光芒是太阳活动引起的极光,在早期,人类对太阳活动产生的影响并不完全了解。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太阳风暴才真正显示出对人类文明的破坏力。 19世纪中叶,一些电报员在点击键钮的时候竟然触电身亡,这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原来被太阳风暴干扰的地球磁场,给夜暴机冲入了强大的电流。 20世纪,无线电,飞机和雷达的发明,使得人类活动越来越容易受到太阳爆发的侵扰。 上个世纪40年代,英国反空袭雷达曾被无线电信号淹没,英军原本以为是纳粹德国科学家研制出了新型的雷达干扰设备,并准备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空袭,全军上下紧急戒备。 事后发觉,这是太阳活动爆发制造的一场虚惊。 1958年2月,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对温和的太阳气候使人类放松了戒备。 随着科技的快速进步,人类不断发射轨道器和通信卫星,并日益沉醉和依赖于广播电视。 到了80年代,由于太阳周期的影响加剧,人类才重新尝到了太阳风暴的苦头。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途中,他乘坐的空虚一号坐机的通讯受太阳风暴,严重干扰长达数小时。 而1989年太阳活动高峰期间,太阳风暴重仓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电网。 90秒内,一万多个变压器被烧毁,致使魁北克电力中断9小时,600万居民饱受停电之苦。 部分地区停电几天以上,太阳的剧烈活动会对航天气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太阳剧烈活动产生的高温等离子体和高能电子能引起航天气的金属表面充电,产生的高能粒子能引发航天系统丹纳性的后果, 并使航天气和航天源产生严重的浮世损伤。 太阳活动会使地磁扰动,影响航天气正常飞行,太阳活动还会影响高层大序,进而引起航天气轨道的衰变。 迄今为止,已有数颗人造卫星在太阳闹事时失灵。 1987年,仍然处于太阳黑子高峰期间,美国能引中心的卫星因遭遇太阳风暴,而导致不可挽回的毁坏。 1989年太阳大磁报,西半球的短波通讯大为衰减,并中断了60次,其中两次长达12小时, 使得气象卫星中断沿途发送,均是跟踪目标消失,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2003年秋季,日本多颗卫星在太阳风暴的干扰之下连连遭殃,回升数据中继卫星出现信号异常。 绿色二号地球观测卫星的太阳能电池板发电能力基本丧失, 而预通信卫星也出现短暂信号中断,影响地球生命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训歌者抱怨说,他们近年飞丢了不少鸽子,而另一些人在一夜醒来之后,惊喜地发现飞来了未曾在此驻愁落户的鸟儿。 专家分析,这其中的原因是太阳黑子爆发引起地球磁场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以磁场为导航的鸟类迷失了方向。 有专家认为,有些地区特有的珍稀动物灭绝也与太阳黑子爆发有对应关系,人类健康受到太阳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俄罗斯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太阳黑子活动强度的增加与生命体免疫力的下降,在时间上有相关性。 在太阳黑子爆发的年份,人体抗病能力减弱,医务工作者也曾发现,流感病毒也有着11年的流动周期,从1173年到1978年。 共爆发过96次全球性的流感,剩余部分也是发生在太阳黑子高峰期的前后两年。 原因在于,太阳黑子爆发时的大量的粒子流合射线流传过地球大气层,漂浮于地球大气中结构极为简单的病毒基因,很容易发生断裂重组,从而令病毒变异生成新一类更为致命病毒的几率大大增加。 这仅仅是太阳活动对生命体影响的一个方面。 太阳活动剧烈的时候,紫外线,射电波,高能带电粒子流及短波辐射,对地球的照射显著增强。 这类辐射能迅速导致人们患白内障及恶性皮肤瘤,陷入破坏人体免疫系统,诱发各种疾病。 过量的短波辐射,甚至能力极致人死亡,太阳活动爆发的时候,心血管疾病的突发增多,心脏病患者的病情加重,甚至危及生命。 另外,太阳活动的高峰期,人的生物周期包括情绪、心理、思维活动等也会产生很大波动。 太阳活动强烈时,人的记忆力、判断力明显下降,处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也明显降低,这可能就是太阳活动剧烈的时候,交通事故、飞机失事增多的原因,甚至一些法学家发现,最猛烈的太阳风暴2003年10月末,太阳黑子连续爆发产生的太阳风暴袭击了地球。 这场罕见的太阳黑子爆发,堪称一场天文奇观,按照11年的太阳活动周期规律,太阳活动达到顶峰后会回落。 在第23号的11年周期中,太阳周期的高峰在2000年左右,其后应该进入削弱期。 但是,此次太阳却一场爆发了,太阳黑子不寻常的连续产生巨大的太阳风暴袭击了地球,这就像在飞龙卷风季节刮起了一场巨大的龙卷风。 根据文献记载,此前最严重的一次日免喷发现象发生在2000年4月,不过那次太阳磁暴产生的气体和尘埃并没有直接袭向地球。 而此次太阳磁暴过程中,有将近100亿吨的物质被抛向地球,而遇通信卫星一度通讯中断就是因为这次太阳风暴,导致瑞典南部城市马尔莫停电一小时,约2万个家庭受影响。 天文学家证实,2003年11月4日的太阳爆发是天文史上最强烈的一次。 Neller监测太阳的Ghost卫星X射线探测器一度饱和。 此次太阳爆发喷射而出的观状物以大约每秒2300千米的速度,离开太阳表面,向太空抛射了数十亿多的超热气体。 冲向地球的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太阳发飙早知道因为太阳活动与人类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研究太阳活动规律并设法对其进行预报,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太阳活动预报 按照预报时间的长短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预报 长期预报一般是一年或几年以上的预报,如预报太阳黑子周期的演变,预报这段时间里太阳表面是否会出现大的活动区。 短期预报是提前一到三天的预报,主要是预报药班和油药班引起的电离层骚扰。 目前,短期预报是太阳活动预报中最成功的。 太阳活动预报需要有完整的太阳和地球物理数据,但地球上任意地点都只有白天才能看到太阳,因此这需要国际的合作。 协调各国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对太阳进行观测。 总的说来,太阳活动预报目前还没有一种比较完善和有效的方法。 不同预报中心的数据来源,预报技术和预报内容均有很大差别,预报水平一般不高。 只有当太阳活动处于低年时,预报安全期才有较高的准确度,暴准率可达90%,暴准率约40%。 关于太阳活动的研究仍是21世纪的科学难题之一。 相比有浓密大气和坚固建筑物保护的地球人而言,在高空飞行的航空人员和在太空执行任务的宇航员,面临太阳风暴时更加脆弱。 此外,那些乘坐高纬度接近极点航线飞机的乘客,也会暴露在日益增多的宇宙射线之下,而暴露在射线之下即可能患上辐射病,通常表现为发热和呕吐。 一个设在南极洲的新的太阳风暴探测系统,可以提前两小时提示宇航员穿上防护服以对抗大规模的太阳药班和日免物质抛射。 这种探测器设在位于南极点的美国阿蒙森斯科特科考栈,通过对太阳风中质子能量的探测,可以在太阳风暴来袭前166分钟对做出预报。 这些设备预测太阳质子峰值的有效范围在数十万到数百万兆级电子幅之间,超过100兆级电子幅能量的质子可以穿透任何在其运行轨迹上的物体。 这一预警时间足以让宇航员在航天气防护墙的区域遮蔽自己,高纬度及地航线飞机也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降低其纬度,以获得地球磁场的保护。 更好的策略是早期预警,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工程师阿什利·戴尔及其同事,正致力于一个名为SolarMax的项目。 戴尔计划在太阳周围布置一圈小型人造卫星,也能监测太阳风暴可能途径的空间环境,这能帮助我们预测大型太阳风暴可能发生的时间地点,即是否会瞄准地球。 戴尔估计,在这段时间里,切断易受损的电线,让人造卫星重新指向,下一步技术进展会如何呢? 也许是像科幻影片《太阳浩劫》中设想的那样,使用炸弹人工干预太阳的变化,也许是像科幻小说《全品代组色干扰》中描绘的那样,太阳浩劫的故事,还远未到结束的时候。